有一點輪廓啦 對 輪廓跟五官有像 17比7 對不起 髮型也有點像 髮型比較像那個670年的爆炸頭這樣 一本隊現在把背號5號的Torsky也換上來 立刻等分 這輪隊感覺加強放鬆 回頭再去找他 這可惜耶 不過跳起來的高度真的是智困好高啊 最後交給藍底下 我也給了Werlands 過藍得分 手結落後11分喔 目前只落後7分 後撤步 UBC大學呢 現在也把Familia給換上來 這個球到藍底下 好 失誤了 快攻機會 Torsky 比4的攻勢 日本隊的這個轉移 給到底腳去找譚傑龍 未來在大學球季 譚傑龍得要把 他的外線 冠軍之中隨手一拋解圍啊 不能犯規啊 中華白不能犯規啊 是 Torsky 最後再轉移出來 再會給喬本 外線 不好過 最後還是 這個開賽 英明隊反倒打一個10比3喔 是 尤其在防守段的部分 三分鐘只掉了兩分而已 倒出來再交給喬本晃佑 他投進了三分球 等裁判吹走步啊 裁判雙一是沒響的 他反而又給了Bucci 有一個助攻機會 傳給空手接的隊友 72比6輸 哇哦 第一步過了 70比6三 這個球又被日本隊給操走 摩托斯呢 不斷地再讓你下去卡的位置 哇 這在對位上的交代來講 有點不輕 然後還載我們那名羊匠 當時那名羊匠叫Feskas 是 然後他全場拿了30分 30分以上的得分 這個身高 長相 還有他的 muscle 如果不打籃子的話 當模特兒 發展應該也是蠻好的 當然開個玩笑 這是Andry在今天的首度得分 哇這個球又挑戰菲律賓了 沒有自己來出手 Beno 在籃底下這個球 再回傳 Keser回傳 球掉了 小川春泰的上籃得分 這個球投進三分球 對英零來講 是一個好的開始 Toy Sky 再回出來 交給的是橋本晃佑 投進三分球 所以乾脆讓球員全場壓迫上去 去養成這種對位的習慣 Toy Sky分出來 小川春泰 帶不得跳投出手得分 找出來在底角的三分球 逼到輕了 小川春泰 沒有人打球 沒有人打球啊 Toy Sky造成犯規 這個地方不斷地去做到運球 並沒有任何人上來 在前面的地方去做到停球 等到 是自己去做到攻擊 沒想到在沒有任何攻擊的情況之下 收了一個也不能傳球 不能投籃的動作 是 Kai 反而底角去找安藤是在他投進 比賽的內容這一邊來講 日本還是打得比較理想 即便是落後給對方分數 這個球被Kai給抄走 前面是一個快攻機會 完全沒有人防守了 球先交給Wijaya來發動 突襲似的想要過半場的時候 逼死對方一個Double Team 日本對的防守也是很有策略的 而且這個 感覺是好像有點走步嫌疑 這也有走步的嫌疑了 前面快攻機會 林靖傑 這個球對方也倒地 裁判最後給的是